校長指的施工地點說這裡曾經是派出所跟衛生所的廳社 荒廢了十幾年 是社區也是學校的環境跟治安時角 不過這裡即將有了新面貌 施工完成後這裡是泰雅希望之家 目前我們有五棟舊有的建築物 我們做一些整修之外 原來它本身有一棟比較大的建築物是宿舍 可是這個宿舍呢 因為它已經是老舊沒辦法使用 所以我們把它拆除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原有的這塊地 我們就會未來會蓋一個泰雅木工坊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以前這樣往那邊看 就是全部都是雜草 然後不然就是玻璃全部破掉 就讓人家看起來就像一間鬼屋 然後現在要重新那個翻修 然後就是緩計會變比較好 泰雅學堂2008年成立 目的是希望讓新竹尖石 武峰兩個原鄉部落 以及已經遷居住在竹東地區的原住民孩子 能夠利用假日時間學習音樂藝術 從音樂翻轉生命 不過一路走來歷經三次搬遷 這一次新據點泰雅希望之家 約有三百平大五間教室可以好好利用 屬於是合唱的教室 也有一些是所謂樂器的一些的教室 那也有一些是可能手工藝的教室 那這個教室就每個禮拜六或是我們的晚上 就是下課後是我們孩子的一些課後才藝的課程 可是平常的時間呢 這些教室我們也可以作為我們部落的一些年輕人 有個部落婦女的一些人才賠利的一些教室 所以未來這個教室它其實它是一個多功能的發展 我在學校有上打鼓課 然後覺得一堂課有點不夠 然後期待以後泰雅學堂在這裡成立 假日的時候可以來這裡學習 泰雅希望之家就位在 嘎拉拜民族實驗小學旁 預計在四月完工 未來不僅是學生音樂學習的好去處 也是部落青年及婦女的人才賠利教室 甚至也能讓長者使用成為部落的聚會地點 更可以成為地方的亮點 原始新聞 Mulas Bazzak 新竹兼時才能報導